三角洲行动最新版本武器红黑榜 大家好啊我是聪聪 我给大家制作的最新的武器数据表格 大家可以在这里保存作为参考 同时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版本强势武器和改装方案 还有陷阱武器的预警 新版本新登S级武器AUG 这个版本伤害从30加强到了35 秒伤直接抬到了步枪第五 当然光靠秒伤是不够排S的 这枪强在基础属性极高 各方面都超过了50以上 稳定性良好 同时射程也是极度占优势 可以说是30米开外没有步枪对得过这玩意儿 当然用红点镜打大坝也是不行 新版本非常全能的步枪 越远越强 改装配件如下 这把枪改装槽位较少 一体式消音器呢目前还是不消音 如果你不在意消音器的话 还是优先一体消音 还有这个三倍镜一体枪口不要改 镜子特别硬天 这是另外一种便宜的改装方法 只要14万 很稳定也很不错 K416从S级调到A级了 算是和M4A平级的武器 目前使用率大幅降低 这个版本大砍了射程和后座 特别是射程 基础只有27 对比之下就是一个近战版强化M4 而且衰减特别离谱 50米开外的时候 衰减伤害就来到了0.6倍 即18伤害 什么概念呢 全距离都没有相同定位的K15大 所以这个版本玩416 为什么不直接玩K15呢 再来说说三把重型步枪都提升了5点伤害 怎么说呢 加强是好事 可以玩了 但后座力这块还是硬伤 而且除了RZX SKA和G3的秒伤也仅仅是步枪及格线 而且越级魔夹很慢 有更强的AUG作为选择 还是不推荐玩这三把战斗武枪 0号大坝最强S级武器 K15 无敌枪游戏内最高秒赏 这枪玩过人都知道 比较轮隐 我就搞不懂了 凭什么别的高射速冲锋枪只有17米射程 你个维克托倒是给我28米 不多点评了 加入就完事了 不过这枪的专属配件很贵 两专属加枪本身就30万了 这是我推荐的一套改法 满改30万 很不错 最后再来说一个特殊的武器 M14 这枪单发威力42 全速冻射速720 秒伤全武器第三 拖甲速度全武器第二 上个版本我体验的时候 秒人就挺快了 这个版本我还没有体验 后座力比较跳 大家有想法的话可以试一下 我感觉应该比较厉害的 最后呢 视频里面一些没有提到 但是也没有改动的武器呢 还是原来的强度 比如H12SW这种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评论室再问我 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记给主播来一个三连点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